来源 樱桃大房子 房地产深度调整 目前还在继续 宏观数据上 房地产销售下行并没有好转 楼市新开工面积还在跳水 全国的卖地收入也已经滑到最低点 终止研究院数据 1至10月 全国商品房的销售面积9.3亿平方米 同比降了7.8% 1至10月 全国的新开工面积7.9亿平方米 只有2021年同期一半的水平 1至10月 全国土地成交面积7.6亿平方米 比2020年 2021年同期降了一半都不止 实际题改上 房子还是难卖 大量房企仍然持续坚定不移的往社会输送人才 不分民企 央国企 现在都一样 比如 最近被报赛人50%的金贸 多个城市的分部已经被撤掉 多位高管的职位也被免去了 央国企财员去年就有案例 不过像金贸这种大刀辉去50%体量的财员力度 还是少见 估计之前很多从民企进入央企的地产从业人 要emole了 刚刚度过民营房企财员的节 努力挤进国企 以为会安全一点 结果还是逃不掉 像这种财员可能还干脆利落点 能拿到些赔偿 短时间内的失业收入焦虑没那么大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幸运 我看到有消息说 某建筑类的央企 所有签订三方合同的员工都要进行续签考试 一旦考试不通过 就要自动离职 这种考试形式 表面上看像是公司为了择优进行的末位淘汰机制 实际说白了就是变相财员 而且是损失较小的财员 央国企财员还是日子不好过 今年部分央国企虽然还在支撑着拿地 但是销售普遍下滑且看不到好转迹象的前提下 都得勒紧裤腰过日子 我看了今年拿地金额Top10房企的员工变动情况 已有数据中员工数量还在增加的并不多 今年拿地金额Top10房企 中海 宝利 建发 华润 玉城 招商 中国铁剑 旺科 月秀 宾江 整个上半年大部分房企的状态还是在清减队伍 算上去年的数据 有人预估这一年半的时间大概有23万人从房企走向社会 当然实际数据肯定不止 因为不少民企是没有公布数据的 地产下行 房企首当其冲 是最先挨子弹的那一个 但差不多两年的下行周期 房地产下行带来的影响早就跨过首轮 蔓延到第二轮 甚至第三轮了 我们之前说过 房地产是一个上下游链条非常长的产业 上至建材 钢铁 化工业 下至装饰家具 家电消费等 都靠着地产的兴而兴 衰而衰 这些上下游产业链上的行业 就可以看作是地产下行二轮影响的重灾区 现在这些行业也都是油锅里制烤 每天煎熬 相关数据显示 2022年全国百强房企裁员近三成 地产行业上下游一年减少近600万岗位 重灾区在房地产交易服务平台 就是贝壳 链家这种中介平台 这种算是中游行业 直接带动房地产销售的 目前只看到贝壳的数据 光去年一年 贝壳就关了一万家店 裁掉了6万多名员工 房子不好卖 大量中介人转型很正常 所以年出外卖 网约车 快递这些行业人员 一开年就饱和了 其次是家居建材 涂料化工 水泥建筑 这些习惯性 跟着房地产吃肉喝汤的行业 包括上游的建筑材料 和下游的家居家电 建筑装修 家居建材行业 66家企业裁员超5万人 涂料化工有近2万人失业 中外企业都在裁员 水泥建筑行业 三年期间超6000人失业 陶瓷行业 8家企业有5家在裁员降薪 每家企业裁员500杠2000人不等 现在已经有陶企 提前年末停工了 这些都是向房地产 直接提供服务的行业 是紧跟地产行情走的 以家居建材行业为例 华泰证券统计的数据 这几年 消费建材的营收 有两个高点 一个是2017年左右 另一个是2021年左右 这两个时间节点 其实是紧跟房地产的热行情走的 17至18年 是房地产快速扩张的年份 所以以建材为代表的原材料价格上涨 20底 21年初也是一样 当时房地产还比较热 建材的利润也就跟着上去了 但是现在 冰点行情 消费建材的营收 也就一头栽下去了 业绩不行 就要降稳增效 裁员降薪 不得不跟着房地产一起经历阵痛 最后是间接受到影响的行业 可以说是每一个行业 两个人 便您面前 进入 总济 节目 有专门 突顶 不幸 倒 , 最后 确实 娶 逆 显